还有一个故事 一样有一个年轻的国王 他不但年轻长得很帅 帅得比女人还美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女人就嫉妒 哎呦这个年轻的国王 皮肤都比我还漂亮啊 又这么有钱 他的国家很有钱 这个小国王国家很有钱 然后有人就问佛啊 佛陀啊 那你知道英国啊 这位年轻又漂亮的国王 他上辈子积了什么大的德行啊 佛陀说很简单啊 过去有一个种田的农夫 因为天气很热嘛 所以他就泡了青草茶 要去种田 然后自己要降火器 然后呢 大部分的人都看到大比丘就供养 那时候比丘尼比较没人重视啊 所以那个时候刚好有四个比丘尼 走出去 然后呢这位农夫看到四个比丘尼 又年轻又庄严 他想到哎呀 这年轻的女孩子 真漂亮哦 不愿意结婚就出家了 好伟大哦 然后他就想 哎呦 他们外表这么美哦 那那个时候呢 他的青草茶不喝了 他就跪在那边 等着四个年轻的比丘尼走过去说 师父啊 庄严的师父啊 愿你接受我的青草茶供养 喝了会退火气哦 更庄严哦 那这个四个比丘尼很慈悲啊 就把他的青草茶一人倒一杯 喝下去了 祝愿他 各位祝愿很重要 哦 所以你供养法师 法师说愿你健康 如果法师说愿你发财 这下还得了 准备发了 所以这 这四个比丘尼就祝愿他 哦 你说我们年轻漂亮 愿你来世更漂亮 你刚跪下来 愿你来世成为被尊敬的人 很有福报 所以佛陀就说了 这位年轻漂亮有钱的国王 就是因为这样 供养了四个比丘尼 以恭敬心 内心里面赞叹 哦 外表就很庄严了 从内心里面啊 去尊敬法师 赞叹法师嘛 叫称赞如来 就像刚刚我们 居士灵的菩萨 代表大家 哦 跪下来供养所有法师 各位这跪下来还得了 以后就换他做领导了 跪下来 你愿意降服自己跪下来 所以并不是说 哎呀 出家人喜欢别人跪的 不是呢 因为出家人嘛 我们要修行 叫成为别人的福田 让别人种福田的 只要我们出家人 好好修行 就成为别人的福田 至少爸爸妈妈 得到最大的福报 一指出家 就会选 其主尽造神 祖先也得到超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